当年的共产党最早的那两位人物 一个就是财河森 一个就是高军玉 他们写的那两篇文章 我就把它们翻译成土耳其文 也应该是有这么一个比喻 如果我记不错的话 还有一个比喻说就是一个镜子 我们也可以有这么一个好的结果 习近平就走那个三十里路 就是接书看书 这个我觉得肯定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看他对文学的这种他的兴趣 就是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能走三十里路去接书 可能是很少人会做这个 但是这个是我觉得可能在里面是最突出的一个故事 我们就一起 从文艳文翻译成土耳其文 这是第一本 从文艳文翻译成土耳其文 现在是已经有了七年的时间就出版了 已经印刷了第十九次 现在应该是大概突破了四十多万次 所以可以说是一个变成一个张销售 从土耳其汉学节来讲 肯定是土耳其汉学节的第一个张销售 每年去就是几次中国 每次去当然是有很大的变化 然后这些新的一些 比如说互联网的这些服务 当然是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 最明显的最突出的就是这些新的互联网的一些功能 当然是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便利 在北京或者在什么城市 可以通过一些手机软件 可以找到一些离您最近的一些仓馆 而且也可以选择比如说什么样的口味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带来很大的方便 感谢观看 是 готов的 我们一下我们现在有给大家看 然后我们下车点击个屏幕 Gonna follow our next page 这边就有一个发来